启禀太后皇上 玉玺找到了 太好了 天佑我大舟 王统领 这玉玺从哪里找到的 回禀皇上 玉玺是在林公公的卧房找到的 好啊 林公公 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小林子 这件事 你必须给哀家一个解释 否则 即刻推出五门问斩 王统领 你栽赃陷害的本事 也太过于低级了吧 我的住处 恐怕你都不知道 宫里虽然给我分配了太监房 但是我身为皇上的贴身太监 日夜都守在皇上身边 太监房我根本就没去过 林公公 你说我栽赃陷害 我说你血口喷人 这玉玺的确是从你住处寻到的 八千禁军将士 皆能为我作证 请皇上太后下旨 将这贼人抓起来 严加审问 王统领 你应该是搞错了 小林子入宫以来 一直与朕同吃同住 今夜更是为了筹备太后受验事宜 毫无作案时间 皇上 方才您也看到了 他会这种魔术的邪术 或许就是用了此法 逃避了您的法眼 小林子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太后息怒 这玉玺是谁偷的很好分辨 我当场就能验证 你莫非又有什么鬼点子 哀家可警告你 事关传国玉玺 可别想耍什么小聪明 也别指望哀家会对你网开一面 请太后放心 奴才一定揪出栽赃的真凶 小林子 你要这面粉和毛刷做什么 难不成 你能通过这两样东西 找出偷玉玺的贼人 没错 你这是故动玄虚罢了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妖言祸众 我看你待会如何剿面 脏巨祸 还有什么好说的 林公公还是认罪吧 王统领啊 我也劝你啊 赶紧承认吧 否则一会儿啊 就不是偷玉玺那么简单 你欺骗君上 栽赃陷害 数岁并罚 这可是诸九族的呀 你笑 血口喷人 既也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行行行 来大家 上前来看一下 大太一人 你这是大不敬 竟敢用面粉泄动 传过玉玺 把这个业人给我拿下 把这个业人给我拿下 慢着 宰相大人 双文武造 小林子 这好像知道 你要做什么了 小林子 这是何物啊 回禀太后 此乃指纹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指纹 你们可以伸出自己的拇指 对比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就知道我此言非虚 这貌似 是朕的指纹 没错 当我们的手指 触碰到物品 上面就会留下 我们的指纹 特别是有汗的声音 就会让指指纹 格外的明显 那又如何 你还敢问 这一许之上 一个是皇上的指纹 另外一个 恐怕就是你 王统领的了吧 王统领 把手伸出来 这要看看你的指纹 是不是跟玉玺上的一模一样 小林子 你也伸出手来 看皇上这神色 林孝 你死定 王统领 你该当何罪 王统领 你该当何罪啊 皇上 为谁冤枉啊 这玉玺上的指纹 跟你的指纹一模一样 朕看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玉玺之上 根本没有小林子的指纹 栽赃陷害的罪名 也坐实了 皇上 皇上摟命啊 皇上 说 你做这些 有何用意 谁吃着你干的 林孝 这次我认在了 你也休想 从我口中问出一个字 该死的 这疯子自杀了 此次事件极为恶劣 定要彻查 真是没想到啊 这王统领 竟如此狼子野心 皇上 臣愿带头彻查文武百官 此事 由小林子处理 赐上方宝剑 代朕彻查此案 云相 你没有异议吧 皇上圣明 我有个提议 搜集全国百姓指纹 建立指纹库 建立对应的 调查犯罪组织 此举将大大减少 我大洲陀的犯罪率 好 此事就交由你和解一位处理 解一位 宰相大人 有所不知吧 皇上已经答应 要给我三百人 筹备一只配备精良 杀伤力极强的解一位等军 若军在向大全阻揽 连击区的宝宫里也是他的人 阿全 你如果想摆脱他的控制 就必须得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军队 你说的没错 这也是我的心病 可是用谁呢 司马卿 我还是信不着他 那你做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办吧 我就喜欢你这副拽拽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在你的掌握中 一切胜券在握的样子 为了你 也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必须得成功 只有你掌握了朝堂 不再受人控制 你女儿身的事情 才不会被人诟病 好 那我就给你三百人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放心 老公一定会给你打造一支 配备精良 杀伤力极强的军队 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 就叫几一位 既然王统领已死 这皇宫禁卫一事 也交由小林子暂时处理吧 是 皇上 不可呀 护卫宫中大的一事何等重要 咱们可轻易交给一个阉人 前朝宦官乱政一事 还历历在目 此人不可相信 否则会冲倒覆辙的皇上 请皇上三思 好了 朕意已决 此事稍后再议 太后 皇后 此事事关宫中众人安危 还请二位劝劝皇上 宰相大人 本宫虽贵为皇后 可这宫中禁卫一事 终究是朝堂大事 后宫女子顾得干政 我不便察言 行啊小林子 这么快就彻底拿下皇后的心了 云霜果然还是爱我的 竟然为了我不惜和他爹对着干 好样的 看来今晚还真得好好奖上你一番 太后 那您 哀家相信皇上的眼光 既然皇上相信小林子 那哀家也信他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今日是哀家的寿宴 却折腾这么一出 真是晦气 来人来人 赶紧把这个乱臣贼子 给我拖出去 别扫了太后的雅枝 微臣即刻处理 来人 大爷是 还好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计划 盯着这个将军救济的计划 否则还真的就被你们给害了 下官听闻大人府上公子喜得义子 特意前来恭贺 小小心意 不成敬意 还请大人小大 只不过是数子数孙办了 赵大人能这么重视 也算你有心了 收眼筹备一事 已经按计划 被交给那信林的小太子 到时候无论他弄得如何 都要想办法将玉玺 与师姐一事 再葬到他的身上 大人放心 我已经 禁军王同意 交代过 到那日 找个人把姓林的嫩死 那日后那个小皇帝 事实都只能仰仗您了 五叔姐姐 他们口中所说的林公公 不是 你是万不可生长 好 林公公对我们有在造成 我们绝不能让人陷害他 此事要想办法告诉林公公 和严柔姐姐 我听闻坊间流传一种特别的舞曲 可以找我机关 来给大人 跳上游 帮您解解门 哈哈哈哈 好 让他们进来吧 小林子 你快和哀家说说 真是何物 这好像是 某种糕点 皇上英明啊 此物换作蛋糕 是奴才家乡人 每逢生日 都必须吃的一道米食 小林子有心了 你这蛋糕要如何吃啊 太后莫及 在吃蛋糕之前呢 你还得许个愿望呢 请您闭上双眼 双手和食 在心中许一下您的愿望 再将这蜡烛吹灭 不愧是我的男人 好 艾家八十年来啊 第一次吃到 这么好吃的美食 小林子 你太懂艾家的心思了 太后过奖了 公公 如何啊 林公公 这赌局是我输了 往后 我什么都听你的 行 以后几位啊 便有你一须之地 来来来 小林子 到艾家身边来 来 小林子 艾家就皇上一个儿子 他正午繁忙 不能时常陪艾家 你愿不愿意做艾家的干儿子 太后 我太愿意了 好 太后 这不合理智啊 此事 艾家心意已决 就这么定了 从今日起 小林子 就是艾家的干儿子 皇儿啊 日后 你定要好好善待小林子 我现在对她还不好吗 身子都快给她骗了 母后 我与小林子 早就情同手足了 您放心吧 太后 微臣也有礼物相赠 是何物啊 臣所赠的乃是粉彩镂空 极情有余 赚心瓶 此宝瓶出自景德镇 最好的将人之手 微臣 祝太后 福寿勇 此等物件 艾家的功力还少吗 太后 小林子的话说的是 你有功夫 给艾家寻这些昂贵的瓶子 倒不如 多花些时间 辅佐朝政 太后教训的是 林孝 本乡定会亲手杀的你 以帮今日所受之辱 你有时间 帮艾家寻这些 昂贵的瓶子 不如 多花些时间 辅佐朝政 太后教训的是 今晚没什么事 就到此为止吧 云相啊 你回去 也和那些个大臣们 好好想想 小林子的一番话 太后教训的是 太后 臣妾也有礼要送 哦 是何礼物啊 如果和你那 玉府的老爹一样 就没必要拿上来了 太有意思了 艾家人 正宠没姐妹的法子呢 明昌有心了 你还不如你这女儿呢 太后教训的是 母后 这物名叫魔方 也是小林子做的 我真是收了个好儿子 今晚表现得不错 说吧 想要什么赏资 当然是 婚宁宫一日有了 准了 我没搞错吧 你居然答应了 对啊 怎么了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你扳城镇 替朕稳住后宫 这是一开始 我们就说好的方针 我去找云商 你不生气 不生气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这皇宫里 家里三千 你的祸害多少了 我现在不准你找云商 又有什么意义 原来你这样想我 怎么了 你本来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告诉你 除了那次 你让我去找云商的那次以外 我没有跟过 你后宫里的任何一个嫔妃过夜 你问我祸害了多少 我的答案是零 一个也没有 你骗人 你一个假太监 婚在后宫里 怎么可能不做那种事 我来这宫里也有半年了 你何时听说过 任何关于我的谣言 可曾听说过 有任何一个嫔妃怀孕啊 确实没有 你想想看 我那天不是为了你 朝里朝外那些破事奔波 难道有时间搞那些 气的妈的有的没的 即便是金热和云商 眉来眼去 那也是怕被他 当众戳穿身份 你放心 在我心里 是最重要的 对不起啊 我错怪你了 亏我还给你准备了 没想到你不领情 还把我想得如此不堪 那这样的话 你把我送出宫了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云霄 你别闹 我没闹 你说不走就不走啊 这宫里 容不下一个假太监的位置 那这样 你帮我打败金国 稳固朝政 以后大洲的皇帝 你来的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小林子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 我还不知道你啊 晚上看太后吃的时候 看你个表情 都差得要死 小林子 这个形状 我还从来没见过 不怪好看的 这是新型 代表相爱之人的心意 小林子 阿璇 皇上 小林子 你们 小林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们两个男人 你竟然 糟了 他们以为我与你有浓梁之痞 等什么呢 快去追啊 女生 听我说 你别碰我 别碰我脏死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和皇上联合起来害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可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带我呢 你怎么可以 你听我说啊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说什么 皇上是女的 这个事啊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皇上之 不允许第四个人知道 你知道吗 嗯 女生 女生 此刻我的心跳都是为你 接下来我所说的文句话 都是真的 女生 我喜欢你 但不可否认 我也喜欢阿璇 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困境宫的时候 是分了阿璇 但是在咱们记住下来之后 我就被你魅力之所 今夜的事情我只会记在心里 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是你答应我的事情也要兑现 我们商人的秀发 就是无黑 真招人喜欢 讨厌 也不怕被人看见 废物 都是废物 老夫这么多年养了一群的废物 现如今连个小小的太监都搞不定 大人 大人我发现你 你也是废物 是是是 废物 不过 下官发现 天大的秘密 绝对可以扳倒那个燕人 大人 这就是当年给太后接生的吻婆 说 说说说 赵大人 要是您给我看的肖像画上 真的是皇帝 那我向您保证 这个皇帝是假的 赵磊 他说什么 他说当今的皇帝是假的 你说皇帝是假的 你可有证据 回大人 民父清楚记得 太子殿下 眼角处有无公志 你确定 千真万确 好 好啊 赵磊 你做得很好 大功一见 日后 老夫亏不了你 再相大人 能为您效劳 实乃是 小人之幸啊 再来 猪 不 给你 你